2016年的美国田纳西州,一个中年妈妈天还没亮就起来给还在熟睡的女儿做早餐。 当她把一切弄好,去喊女儿起床的时候,她却发现女儿在睡梦中伸中两枪,死在了床上。 然而奇怪的是,女儿的房间跟平时一样都很正常,没有任何人进入过的痕迹,她的父母一整晚也没有听到任何异响,他们甚至连枪声都没听到。 随着警方的介入,这期惨案背后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这个高中校花艾玛沃克和她的细精校草男友威廉的离奇故事。 大家好,我是Seal,欢迎来到尼岸现场。 艾玛沃克于2000年3月20日出生在田纳西州的诺克斯维尔。 诺克斯维尔也叫诺城,是一个为纪念一位美国将军而命名的城市。 它位于田纳西州东部,在南北战争时期就是一个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因为这里有很多的大理石城,因此它也被称为美国的大理石城。 除了乡村摇滚在此大行其道以外,橄榄球也在这里受到众多人的追捧。 艾玛就是生长在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小城里一个极为普通的家庭。 也许是家庭遗传的原因,它从小就显示出善良乐观,富有同情心的特质。 邻居家孩子和朋友都愿意跟它一起玩,而且对它的评价都非常好。 在2014年艾玛十四岁的时候,她已然长成了一个漂亮的女孩。 这时候她进入了洛斯克维尔中央中学就读高中。 在这所学校里,艾玛跟在初中一样深受同学老师的欢迎。 她不仅相貌迷人,人员好,能力也是特别出众。 在进入校啦啦队的考核中,她经过层层筛选,最终成为学校的一名啦啦队队员。 要知道,橄榄球在田纳西被众多年轻人追捧,而进入啦啦队基本就是每个中学女生的梦想。 艾玛可是啦啦队中唯一一名高逸新生,因此其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除了啦啦队以外,富有同情心的艾玛还经常去动物收容所做志愿者。 她从小就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毕业以后能成为一名妇产科婴儿护士,因此她也在努力学习,争取实现自己的梦想。 漂亮的相貌,招人喜爱的性格加上出众的能力,让她成为了学校里校花级的人物。 面对众多的追求者,这位校花根本不为所动,但在2014年的一场橄榄球比赛上,她的芳心被英俊帅气的高年级同学威廉彻底打动。 威廉莱利高尔,一位16岁的阳光男孩,他跟艾玛在同一所学校读书。 他只比艾玛大两岁,也比艾玛高两个年级。 他不但学习成绩好,长得还特别帅气。 然而,这都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威廉是学校橄榄球队的明星球员, 每次上场比赛总能吸引众多女生的目光。 艾玛毫不例外也被吸引。 面对这样偶像般的学长,身为校花的艾玛跟其他女同学一样,毫无抵抗力。 而威廉同样被校花级的啦啦队员艾玛的长相气质所折服, 两人相识后一拍即合很快就陷入热恋之中。 在外人眼里,帅哥配美女,校花配校草,绝对是天作之和,天经地义。 然而,就在周围人海沉浸在对这对金童玉女的羡慕极度之中时, 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2016年11月21日,这天是星期一, 艾玛的妈妈六点多就来到女儿的房间,准备喊她起床去上学。 当她打开房门的时候,她看到女儿还睡在床上,似乎还睡得很香。 妈妈喊了几声,艾玛都没有反应。 她又走过去摇了摇女儿,艾玛依旧没有动静。 艾玛的妈妈赶紧抓起女儿的手腕, 发现女儿的脉搏已经没有跳动, 吓得艾玛的妈妈马上拨打了911。 警察很快就来到了艾玛家里。 经检查,他们发现艾玛是在睡梦中被人连开两枪,击中头部死亡。 艾玛的房间没有人进入过的痕迹,她睡觉的大床也不凌乱,只有枕头上有少量的血迹。 头晚还好好的一个人,还没睡醒就死在了床上。 如果房间没人进来过,那么是谁杀的艾玛,她又是怎么做到的? 经过仔细搜查,警察发现靠近床的墙上有个很小的孔, 在另外一面墙上也发现另外一个小孔。 两个小孔高度一致,而且小孔都是正对着床的枕头部位。 小孔的大小刚好跟子弹大小相同,两面墙外面都是院子。 警察推断,凶手站在院子外对着睡在床上的艾玛开了一枪, 然后他又移动到另一面墙开了第二枪。 警察还推断,站在房子外面就能准确地击中床上的艾玛。 凶手显然对房间内部的摆设非常熟悉, 可以推断凶手经常拜访艾玛家,而且多次进入过艾玛的房间。 随后警方从艾玛家的熟人开始查起。 在走访中,艾玛的家人、朋友以及同学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名字, 威廉莱丽高尔。 看到这里,很多人都不禁会感到诧异, 这对金童玉女不是天天轻轻我我到处撒狗粮吗? 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怀疑她就是凶手? 这还要从两个人的关系开始说起。 其实,两人的关系并非外人看到的那样。 在度过乡面的蜜月期以后,他们之间的矛盾就暴露了出来。 威廉是一个极度心和控制欲极强的人。 自从两人确定恋爱关系以后, 威廉就把艾玛当成了自己的私人物品, 不管艾玛做什么都要管。 吃什么东西要管,穿什么衣服要管,去哪里也要管。 艾玛在外做兼职的时候, 威廉经常会去艾玛上班的地方守着。 如果艾玛做的是不合自己的意, 他就会发一些脏话或者恐吓的信息给艾玛, 之后他又会为自己的行为道歉。 刚开始,艾玛还觉得这个帅气男孩可能只是因为太爱自己了, 所以他的行为才会比较极端。 可是,到后来这种事越做越过分, 他再也无法忍受多次提出分手。 每次分手的时候,威廉总是对艾玛纠缠不休, 他不但寸步不离地跟着艾玛, 甚至用自残、自杀的行为来威胁艾玛以求复合。 而每当这个时候, 心软的艾玛都会选择妥协, 两人多次地分开, 最后又是和好。 就这样分分合合一直来到了2016年, 这时候艾玛已经高中三年级, 而威廉则已经中学毕业, 进入了大学。 艾玛的父母对女儿的情感生活一直都比较关注, 他们最初很喜欢女儿交往的这个男友, 他们觉得威廉不但阳光帅气, 而且学习成绩也很好。 但是慢慢地, 他们开始觉察到威廉形式诡异, 经常会做出很多极端的行为。 作为过来人, 他们当然知道这种危险的行为 会给自己的女儿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所以他们要求艾玛彻底断绝跟威廉的关系。 可是已经到了逆反年级的艾玛 根本不理会父母的要求, 他仍然偷偷跟威廉保持联系。 父母知道后, 甚至没收了艾玛的手机, 可是这样做一点用也没有, 他们只能把女儿关在家里, 除了上学以外尽量不让他出门。 尽管用尽各种手段, 女儿依然我行我素, 原本以为等威廉上大学以后, 距离可以让两人关系慢慢变冷。 但是让艾玛的父母万万想不到的是, 威廉上的大学离艾玛家开车只要二十多分钟, 这点距离根本不会对他们的关系产生丝毫的影响。 不过最终艾玛还是果断跟男友分了手, 分手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威廉的那些危险行为, 这次的原因更加不可原谅。 艾玛发现威廉劈腿, 给自己戴了绿帽子, 他能忍受男友对自己的控制, 但他无法忍受背叛。 然而, 威廉依旧故技重施, 他还想像以前那样通过纠缠不休来挽回艾玛, 但这次艾玛显然是铁了心要分手, 没有给威廉一点机会。 而这次分手后还没几天, 就发生了艾玛遇害的事件。 威廉自然成了最大的嫌疑人, 警方开始紧锣密鼓地展开收集证据的工作。 首先, 他们找到威廉, 讯门事发前一天他的行踪, 威廉解释说那天他想给艾玛打电话求复合, 但是他自己的电话早已被艾玛拉入黑名单, 他只能借朋友的电话打给艾玛。 不过艾玛接起电话, 听到是威廉的声音以后, 马上就挂断了电话。 无计可适的他只能开车去祖父家一直待到晚上, 然后回到学校躺倒就睡, 一直睡到第二天天亮。 威廉的说法被证实没有说谎, 但是他的室友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那天晚上, 威廉在凌晨4点45分才回到学校, 谁又清楚地记得当时威廉还让他早上8点务必喊他起床上课。 艾玛的朋友也跟警方讲述了两件他们认为很奇怪的事。 艾玛出事的三天前, 也就是11月18日, 那天学校的足球队赢得了比赛, 因此他们相约晚上聚在一起庆祝胜利。 就在大家开开心心庆祝的时候, 艾玛收到了两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内容是让艾玛去某个地方。 他的朋友不放心就陪着艾玛一起去了。 结果到了那里以后, 他们发现威廉躺在一条小沟里, 艾玛见识威廉, 二话不说马上掉头就走了。 艾玛和他的朋友都怀疑这个短信就是威廉本人发的。 躺在小沟里的威廉捡艾玛走了以后, 就打电话给他一位很好的朋友诺亚沃尔顿, 让诺亚开车来接他回家。 据诺亚后来告诉警察, 当时威廉跟他说的是他被人绑架了, 绑架他的人把他眼睛蒙住, 把他带到这个偏僻的地方来, 然后把他扔到了这条小沟里。 诺亚觉得这个说法太不靠谱, 他感觉威廉就是一个细襟, 他说的那些情节很有可能都是他自己编出来的故事。 这第二件奇怪的是, 是艾玛的另外一个朋友跟警察反映的。 在出事的两天前, 那时候艾玛一个人在家, 突然家门口来了一个身穿黑色衣服的男人。 这个男人疯狂地按门铃, 被吓坏的艾玛当时应该是六神无主, 他就不知道该找谁求助, 所以他习惯性地给威廉发了一条短信。 短信上说, 我恨你, 但是我现在需要你。 威廉收到短信之后马上赶了过来, 他一直陪着艾玛, 直到他妈妈回家, 他才离开。 而就在第二天, 也就是11月20日, 威廉就用朋友的电话给艾玛疯狂打电话。 可能是艾玛已经缓过神来, 他不再想搭理威廉, 所以拒绝了所有电话。 那天威廉打过的电话超过60多个, 由此可见这个帅气小哥有多疯狂。 从这两件事分析来看, 可怜的威廉为了挽回女友, 完全有可能自颠自导地制造了这两起事件。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威廉的确是一个既疯狂又威胁的人, 他接下来要做出什么更过激的行为, 也一点都不奇怪了。 目前单凭几件事的推论结果, 根本无法证明威廉有罪, 那么有谁知道最有利的证据是什么? 对,没错,就是凶器, 只要找到杀害艾玛的那把枪, 那么案件就可以迎刃而解。 早在艾玛遇害的前一天, 威廉的祖父曾经找到警察报案说 他的枪被人偷走了。 经过查证, 警察发现丢失枪的口径 跟艾玛体内的子弹口径一致, 警察自然把威廉跟偷枪案联系在了一起。 他们从威廉的同学朋友入手开始调查, 希望从中得到一些有用的线索。 你们还记得威廉那个叫诺亚的朋友吗? 他是威廉最好的朋友之一, 他跟威廉的另外一个朋友一起, 主动找到警察反映了一个情况。 就在艾玛遇害后, 威廉找到他们, 说自己从他祖父那里弄到了一把枪, 他信誓旦旦地保证, 这枪跟艾玛的遇害毫无关系, 但是他担心一旦警察知道他有枪以后, 他不但说不清楚, 而且还会给自己惹上麻烦, 所以他想问一下诺亚, 怎样才能把枪上的指纹取出干净? 其实诺亚他们早就怀疑, 威廉跟艾玛的遇害有关系, 所以他们肯定不会帮助威廉处理枪的指纹。 诺亚还告诉警察, 威廉说过, 如果指纹处理不了, 他就打算把枪扔进田纳西盒里。 警察听到这里, 马上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这次他们一定要拿到铁证, 一次性把威廉拿下。 警察首先要求诺亚他们配合警方行动。 警方的计划是, 让诺亚邀请威廉来家里玩, 警察会提前在诺亚家里安装好微型摄像机, 在诺亚身上也安装录音设备。 等威廉来到诺亚家的时候, 他们会诱导威廉主动说出枪的事, 然后顺藤摸瓜找到枪的下落。 一切按计划进行, 当威廉来到诺亚家以后, 果然忍不住自己主动说出了枪的事。 他承认那把枪是他祖父的, 他说他拿走枪是为了保护自己和爱玛, 爱玛绝不是他杀的, 但是警察肯定会怀疑他, 所以他要尽快把枪处理掉。 他再次提到打算把枪扔进田纳西盒, 诺亚他们两人马上附和并提出 愿意帮他一起把枪处理掉。 威廉觉得这两位朋友果然仗义, 他马上带着两人开车前往藏枪的地方, 准备把枪取出来后拿去处理。 没想到这一切全在警察的掌控之中, 他们一路跟踪三人在威廉把枪取出来的时候, 警察一拥而上, 逮捕了他。 通过对威廉的这把枪做弹道鉴定, 证实这就是枪杀爱玛的凶器。 警方推论, 威廉周日晚离开祖父家后, 在周一凌晨来到爱玛家的院子里。 他站在爱玛的房间外, 计算好了爱玛床头的位置, 用从祖父那里偷来的枪, 隔着墙向爱玛开枪, 导致爱玛头部中弹当场死亡。 11月22日, 也就是星期二的晚上, 仅仅两天不到的时间, 警方就以一级谋杀罪逮捕了威廉。 在交纳了75万美元的保释金后, 威廉被释放回家。 警方担心他会销毁相关证据, 因此对他实施了24小时的监视, 但威廉的母亲一直坚称他儿子是无辜的。 而威廉被捕后也拒不认罪, 他还以事发时不在现场为由, 试图证明自己无罪, 不过警方展示了沾满威廉指纹的枪, 以及他的手机信号在凌晨3点45分出现在爱玛家附近这两个关键证据。 仅仅这两个证据就已经打得威廉毫无还手之力了。 威廉最终承认了是他开枪杀死了爱玛, 但他否认是有预谋的行为。 他为自己辩解道, 他说之前那个暗门铃的黑衣人也是他假扮的, 他那晚其实跟前两天假扮黑衣人一样, 只是为了用枪恐吓一下爱玛, 没想到枪意外走火误杀了爱玛。 这样的辩解, 只不过是为了洗脱自己一级谋杀的罪名。 在2017年, 陪审团一致认为威廉一级谋杀罪名成立, 他被判处终身监禁。 现年19岁的他至少要服刑51年以后才有机会申请假释, 到那时候他已经年满70。 在法庭上, 威廉向爱玛的家人道歉, 但是从他为自己辩解的态度来看, 这种道歉的真诚度应该被打了很大的折扣。 在2021年5月, 服刑中的威廉提出申诉, 理由是当年审判他的证据不够充分, 但在同年6月举行的听证会上, 法官驳回了他的申诉。 2018年5月, 本来应该是爱玛高中毕业的日子, 然而, 才进入高中两年的时间, 他的生命就永远定格在了16岁这个属于花季少女的年龄上。 在毕业典礼上, 他的家人代替他接受了毕业文凭, 他的帽子和礼服被放在了本应该属于他的座位上。 爱玛为人热情有爱心, 他生前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婴儿护士。 为了纪念他, 田纳西州儿童医院的一个重症监护士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医院方表示, 他们希望人们通过传承爱玛善待他人的方式, 来记住这个漂亮活泼、 善良有爱心的女孩。